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金金老师 今天我们又到了复习注音符号的课咯 金金老师今天的video要来帮小朋友练习注音符号 这一次我们要练习的注音符号是 这一张卡片 所以金金老师要请你把注音符号卡片拿出来 今天我们要拿的卡片是 第一个 斯 第二个 阿 第三个 斯 斯 第四个 哦 第五个 斯 第六个 哦 小朋友请你帮忙把我们的注音符号拿出来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注音符号练习了哦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是 丝瓜 丝瓜 金金金老师喜欢吃丝瓜 那是青菜的一种 好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是 阿兵哥 阿兵哥 第三个 刺味 刺味 第四个 第四个 我也喜欢吃的 萝卜 萝卜 好 接下来就是端午节 每一次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吃 粽子 粽子 最后一个是 大 白 鹅 大 白 鹅 好 现在 金金老师要请你来放注音符号咯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 丝瓜 丝丝丝 丝瓜 丝丝丝 在哪里呢 小朋友找到 丝丝丝丝了吗 在这里 好 请你记起来哦 等一下你要自己玩 好吗 好 第二个 阿兵哥 阿兵哥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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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阿 在哪里呢 阿阿阿 在这里 好 接下来是 刺猬 身上有尖尖的 刺猬 刺刺刺 刺猬 刺刺刺 在这里 好 小朋友 请你把它记起来哦 好 接下来是 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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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 好 再来是 粽子 粽子 滋滋滋 滋滋滋在这里 好 金金老师把滋滋滋这条线写好 再一次把它写好 再一次把它写好 直直的 滋滋滋滋 好 再来是 大白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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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 今天金金老师的注音符号练习 有练习了 丝丝丝 丝瓜 阿兵哥 刺味 萝萝萝 萝卜 粽子 大白鹅 请小朋友在家 自己拿卡片出来练习 好吗 今天我的功课讲完了 我的复习video看完了 小朋友请你自己要练习 今天我的video 已经帮小朋友练习完 谢谢小朋友